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有一个简单的描述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 今天这节课我们讲的就是关于洗大经 必须要首先要心中举意 要念 要水一从头到脚 洗全身 当然还包括漱口枪笔 然后洗大经之后可以直接去礼拜 不用再洗小经 洗大经要注意的就是心中举意 全身都要洗到包括漱口枪笔 第二种描述 对大经的描述 也就是把那些可嘉的行为都加上 也就是我们的先知如何做完美的大经 首先洗大小便 心中举意 洗两手 束口枪笔 洗脸 洗右手倒肘 洗左手倒肘 然后洗头 摸头 摸头 摸两耳 然后洗右面 把身体的右边右面全部洗净 然后把身体的左面全部洗净 最后 然后再洗右脚 再洗左脚 再重新讲一遍 洗两窍 心中举意 念 洗两手 束口枪笔 洗脸 洗右手倒肘 再洗左手倒肘 洗头 包括两耳 然后洗右面 再洗左面 然后洗 右脚 再洗左脚 对 补充一下 刚才应该说是洗头 现在讲一下关于 洗大经必须要做的一些事项 现在要讲一下关于什么时候必须要洗大经 这个死亡 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烈士的死亡 一个咖啡 这个归信了 一个咖啡 这个归信了 这个 这个 因为已经 已经 以及这个性生活 以致 如果在性生活当中没有射经 也应该洗大经 女子如果有月经了 或者是生小孩 都是坏大经 现在讲一下关于做土镜的 描述 内心举意 念 بسم الله 两手拍向 净土 拍到土的上面 拍到土上 或者是泥上 或者是沙子上 或者石头子上 或者大石头 大石头 但布 关于 拜垫当中的布 那是不允许的 然后用两手 两手 摸脸 然后摸 这个 右手 再摸左手 内心举意 念 bismillah 两手拍 到地上 然后摸 这个脸 然后摸 右手的手背 再摸 左手的手背 感赞 愿安拉 慈福安于我们的先知 穆哈摩德 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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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南